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瑜 Hello 大家好 我是謙謙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是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清明、小鼠、大鼠、冬至等 那些是節氣來的 是的 其實很多節氣的名稱我們也有聽過 也有說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原來他們是叫二十四節氣 究竟二十四節氣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二十四節氣指出一年氣候的變化 讓農夫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 究竟二十四節氣是哪二十四個呢 一年大約有四個季節 每個季節有六個節氣 春季就有 立春、雨水、京席 或者有人讀京席 還有春芬、清明和谷雨這六個節氣 夏天 你說吧 我們來到夏天 就有 立夏、小滿、汪仲、霞子、小鼠和大鼠 秋季就有 立秋、柱鼠、白露、秋芬、寒露和雙桿 冬天交給你了 來到冬天了 就開始有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 那二十四節氣是怎樣定出來的呢 這裡牽涉一個關於黃道的概念 我聽說黃道十二宮 那是不是跟星座有關呢 其實跟星座不太有關 但跟太陽有關 地球繞著太陽公轉 你一定有學過 是不是 記得嗎 記得 黃道十二宮 黃道其實就是地球繞著太陽運行的那條軌道 而二十四節氣呢 就是根據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而定立 看來是把黃道的圓形呢 三百六十度分成五 二十四 那就是每十五度就是一個節氣 不過也看不到 對啦 所以其實二十四節氣是跟天文有關 是有科學根據的 那其實二十四節氣是由誰定立的呢 其實就沒有說是由哪一個人去定立的 古人就在三千多年前 大約是周朝的時候 古人透過觀察正午時份觸光影子的長短 先行就測定了 春婚、夏至、秋婚和冬至這四個節氣 相傳冬至是第一個被測定出來的節氣 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到現在就有 叫東大過年這句說話 那之後呢 再分別加入了 一分立下 立下、立秋、立東這四個節氣 慢慢再加上其他的那些節氣 大約在秦朝和漢朝的時候 二十四節氣已經完全被設立出來的了 那現在其實不是農業社會 其實二十四節氣對我們來說 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認識它呢 我不同意你這個說法 因為二十四節氣 除了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之外 其實它在2016年 就是剛剛好幾年之前 它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是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所以其實二十四節氣 是絕對值得我們去認識和成全的 除了中國之外 其實韓國人和日本人 他們對於二十四節氣 都有所認識的 例如之前很喜歡看那一套 亞洲普洪那一套 韓劇 愛的逼幹 這個情節 是有提及到二十四節氣的 好了 你看一下 女主角就著盲眾說了些什麼 時至今日 我們仍然在生活中 會聽到一些和節氣有關的句子 例如你婆婆會說的 小暑大暑有米冷煮 另外在結婚的時候 很多人在擇日的時候 都會選擇一些雙春兼潤月的年份 那有沒有些什麼節氣有關的習俗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呢 不如說一下經濟 又或者是讀經濟 據說 當日會響起第一個春雷 驚醒了 躺在泥土裡面 冬眠的那些蛇蟲鼠蟻 連白老虎都會開始出來活動 古代的農民 希望透過制製白老虎 令到白老虎幫忙 鎮壓著那些蛇蟲鼠蟻 而這個習俗慢慢變成了鎮壓小人 打小人這種儀式 在廣東和香港是很流行的 更加在2009年 登上美國的時代雜誌 成為2009年亞洲最佳事物 想不到打小人這個習俗會飛升國際 我之前在電視節目裡看到 打小人的口袋還有英文版 對 很押韻的 是嗎? 而且我也知道 在銅鑼灣和灣仔的橋底下 是不是鵝頸橋 對 鵝頸橋橋底下 是打小人的熱門勝地 吸引了很多遊客 是無名而知的 那我們下次不如去那裡看看吧 嗯 帶你去看看就不成問題的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打小人是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你不可以全相信他 行了 知道了 不如我們再說一個關節氣的習俗 我想聽一些特別一點的 不要跟我說去冬孜城吃飯的 那些 嗯 好 不如說蠟秋的習俗 其實 相傳蠟秋那天是要吃西瓜的 就名為狠秋或者吃秋 因為覺得蠟秋之後 早晚天氣開始轉涼 再吃這些這麼寒涼的西瓜 對身體不太好 所以過了蠟秋之後 就不再吃西瓜了 那一說完 二十歲節氣 對飲食和養生 都有提示的作用 嘩 你這麼小就說養生嗎 不過我覺得很好 其實養生真的要從小開始 在互聯網上 其實都有很多關於 在哪一個節氣 要吃什麼食物的資料 大家都不妨搜尋一下 研究一下 而最後 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漂亮的東西 蛤? 你又有漂亮的東西那麼厲害? 嗯 對呀 今天想給大家看一個日本的紫雕藝術家 大橋人的作品 嘩!真的很漂亮 這本書收集了這個藝術家 對於二十四節氣所做的紫雕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自己去互聯網找來看看 你為什麼要跟我說話 好,那我們二十四節氣就說到這裡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互聯網查一下資料 蛤?你幹嘛學我說話? 鼓勵大家深入研究不好嗎? 嗯,也好 那好吧 我們今集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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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